黑龙江省铜江口岸是中国对俄贸易的重要口岸 受新冠肺炎国际形势影响 今年铜江口岸西部作业区水陆货物运输开关日期 比去年同期推迟了11天 开关首日中国铜江口岸 至俄罗斯哈巴鲁夫斯克港国际水运航线 首批出口货物500余吨 经过口岸各产业部门的进行准备 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下 今天在铜江口岸西部作业区 向俄罗斯哈巴鲁夫斯克港发送的第一艘货船 在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 为了确保口岸在安全高效的情况下运行 我们在作业区的茶业码头进行了全封闭管理 将对口岸一线的茶业人员 进出境的船员以及码头的作业工人 将进行闭口管理 确保口岸在高效安全的情况下运行 开关期间 铜江口岸将严格实施港区封闭 场地分区人员分立管控 将港区科学划定不同风险等级区域 依据港区的业务和服务功能 将港区划分为茶宴区 码头前沿区 毛泊管制区 货场区 实行红区黄区绿区三级管控 依据不同的风险等级 实施不同的疫情防控措施 为确保铜江西港口岸的入期开通 我处在前期做了充分的准备工作 口岸开通以后 我们将联合余政和出入境边防检查站 对毛泊水域的船舶实施联合管制 避免其他船舶暂自搭靠 避免外来人员的接触 同时我们也加强了与地方政府部门间的合作 对中国级船舶的垃圾和生活污水 由环保部门进行统一的回收处理 黑龙江铜江港明水期货运的开通 开启了松花江流域下航生产任务 铜江口岸作为黑龙江省对俄重要口岸 近年来主要以进口木材煤炭为主 此航线目前是中俄借江上最繁忙的航段 为中俄经贸友好往来做出了重要贡献